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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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各位 我們現在又開始 《如是我民》的第二集 講到神秘學了 神秘學有些朋友對於這個名稱 中文名稱有些意見 說不是很適當 這個英文叫做Occotism 譯了中文比較難譯 終於譯了中文叫神秘學 在字典上 你也是找到Occotism 就是講神秘學 是研究一些超自然的力量 是不能夠用現代科學 或者邏輯來解釋 我們上次都講過它的範疇 有很多個 今天繼續講它的範疇 有一種神秘學 我們都說經常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出現的 比如說尖掛算命 如果用尖卜來計算 可能已經有四五千年歷史 在中國的歷史裡面 雙朝的時候很流行 這個占卜之術 所以當時也有一些書 來去介紹或者幫忙解釋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北京之手》裡的《易經》 這個《易》字也可以解釋意 很容易 又是解釋經常變化 又是解釋不肯或者不會變化 這三個解釋都有 你說是不是互相矛盾 它又不是互相矛盾 它是一種很幻妙的解釋 又變化又不會變化 這個《易》或者《易》這個字 都是同一個解釋 我記得《易經》為之 《北京之手》 因為 真是一個很奇妙的計劃 那究竟 當年這個占卜 是不是這麼靈驚呢 那又未必這麼靈驚呢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 占卜的時候 是要注意幾樣特別的事件 第一件事 必定是一件大事 怎樣叫大事呢 在當年來算 戰爭是一個大事 打仗不打仗 去不去打仗 這個是一個非常國家的大事 因為兵空戰危 打贏仗都要死一些兵士 甚至老百姓 打輸就更加熱 所以這個 皇帝在出戰之前 是必要問過天 天呢 有一個作主的 所以這個呢 就是占卜的時候 是一個很重要的大事 第二呢 占卜一定是要誠意 就是說呢 不能夠玩玩一下 現在你說我試一試 天是否靈 我又去問問世界杯 哪個冠軍 你猜是一條八爪魚嗎 隨便給你問 就算每次準 不是代表呢 它是很靈的 很靈的 當然呢 如果是一個這麼大件事呢 在逆境上占卜的 通常呢 都是靈的 都是準確的 但是一定要誠意 不能夠玩玩一下 那這個是當年占卜的一個規矩 那現在呢 占卜是不是一種神秘學 是 在西方的生活習慣裏面 亦有占卜 在西方裏面呢 譬如說是塔羅牌 譬如是水星球 甚至乎呢 我們曾經講過的武術 或者其他呢 千奇百怪的占卜之法 譬如 茶杯喝剩之後的茶葉成什麼形狀 那時候呢 因為茶葉很珍貴 在中國運去 所以喝完之後呢 那些人用來占卜的 看看茶葉喝完之後成的形狀 甚至乎呢 割開了牛羊 他們看看內臟 雞鴨都可以的 而形狀 而決定了事情的進展 那這個呢 也是一種占卜之術 千奇百怪 什麼都有 當然呢 占卜之術也有呢 很出名的 叫做占星術 占星術呢 就是看 上空 天空 晚間的 聲藏 的轉移 的轉位 那很多時候呢 人類 仰望天空的時候呢 已經呢 某種神秘力量呢 已經將它的佈局 借了下來呢 告訴人類一些 未來的事情 那這個呢 是 占星術的起源 那後來你也推展到 發展到呢 這個 聲文 天文學 聲象學 這個是後來的事情 但是最早的時候呢 都是一個 占星 又是一個預測 那現在也有 很多人都相信呢 西洋的星座呢 是和人類的命運呢 是有 連帶關係 那所以呢 很多人 你是 哪個月出生 是屬於哪個星座的呢 而決定你的命運 而看出你的命運 這個也是一個呢 占卜之術 古往今來呢 太多這些 這樣的占卜之術 這些呢 在西洋 或者中國的 所學裏面呢 我們現在呢 都叫它做 蘇度 科學 實際上不能用科學來解釋 但是有時候呢 居然又會是準確 那為什麼呢 是沒有人知道的 你千萬不要用這個 人類的智慧或者智力去解釋 一經過解釋呢 你就變成笑話了 因為所有科學解釋是需要 永恆的答案 即是說 這個答案呢 今天如是 明天如是 永遠都是如是 那這個就是科學性 占卜呢 因而引出來的很多很多事 譬如呢 中國你說的風水 這個也是神秘學 風水是什麼呢 最早呢 在周朝的時候呢 千刀 為什麼要千刀呢 因為呢 那些人發現那個地方 是 的水 水源 或者地源 是 不夠 或者是 不方便 或者是 有困住 於是乎呢 就 要 遷移 去另一個地方 比較更加適宜 發展 以及 多人居住 尤其呢 是農業社會 居住的人呢 更加需要呢 找到很多 水草的地方 很多 避風的地方 那所以呢 所以呢 周朝的皇帝呢 最早呢 最早呢 就會四圍去找 那 最終呢 他找到這些地方呢 是合適了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所有風水 中國風水的地方呢 都在 中國 這個 黃土大陸裏面呢 是 不 位居於 北半球 它呢 是 比較 就是 注重 這個 太陽的方向 和 溫度 的 儲藏 所以呢 風呢 北面來呢 必定是 強烈 所以呢 他們背山 所謂有個 靠山 這個背山呢 就是擋了後面 北方來的 風 所以呢 座北向南呢 是 差不多是一個定理來的 向南呢 南風 必定是溫和的 好了 那座北向南之外呢 東西兩邊呢 它就為之 青龍白虎 那兩邊呢 還要環繞著 一些 山林 可以呢 使得那些風呢 使得那些 氣候呢 能夠 調節 尤其呢 北面那時候呢 或者 大東北呢 吹來很多 黃沙 沙漠上的沙 如果有山林呢 是 樹木呢 可以 替你阻擋了一些 所謂 風沙步 那這個呢 是當時呢 一種 地理上的 優勢來的 前面呢 必須要有 水源 你知道呢 無論是人 或者畜 甚至乎種的植物 很重要 就是 有水源 如果有水源呢 自然呢 能夠生長 它是 萬物生長的 必定的要素來的 所以呢 如果找到一個 乾淨的水源 而且充足的水源 經常呢 能夠 圓圓不適的 那這些水又乾淨 那呢 是有利於 他們的種植 尤其是農業社會的種植 還有 有利於呢 他們生活上呢 可以呢 舒適很多 人呢 人類是很怕呢 幾樣的災禍的 譬如天災 包括呢 風暴 所以沿海一帶呢 風暴呢 是 怪猶豐的風暴呢 是使得 沿海一帶的人呢 很多是 受到痛苦 很多時候呢 就要密地 僑居 在北方呢 嗯 風暴可能 不是那麽 火油性風暴不是那麽多 但是呢 它又另外一種呢 啊 啊 強風 在北邊催你 很冷 而呢 呢 殺死很多 動植物的 那這個 要避風 要避了那些風頭 啊 啊 那 那 其次的災禍呢 就是 泛濫 尤其呢 中國呢 有一條 它們的大動物 在北方呢 就是全靠這個大動物呢 來到去灌溉 這條呢 叫做 黃河 為什麽叫黃呢 因為那些水是黃色 我也七眼見過了 而且呢 很急流 哎 黃河的水呢 咳咳聲 尤其是在那些 關節的地方呢 很急的 游得很急 那 只是在河套的地方呢 就比較好 因為它轉了彎 去北邊 再轉彎去南邊 在這個地方呢 銀川這個地方呢 就為之 塞外的江南 因為它 那些水 河水 能夠平靜回來 不是滾滾 向東 那黃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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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斷呢 因為它是沖積著 上流的沙泥下來 所以呢 填高了一個河床 一填高了呢 那些人呢 最初呢 就用水壩呢 也都圍高了這條河 但是呢 河水呢 一路上升 最後呢 都衝破了這些堤壩 就流了下去 兩周的地方 那這樣引致呢 崩堤的時候呢 造成了很大的災禍 幾年又試一次 幾年又試一次 黃河的崩堤呢 黃河泛濫呢 差不多呢 在歷史上記載呢 筆下呢 數百次 而每次呢 都造成了很大的災禍 這個也是中國人呢 的一個 心態 這個心態呢 就覺得是 隨時要警戒 我們為之 憂患精神了 有些憂患精神呢 就會 警戒自己 無論是儲藏 或者工作 或者是 做人呢 都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好了 今天第一段呢 就是 神秘學的第三段 我們暫時呢 在這裡完畢 十五分鐘後呢 或者幾分鐘後呢 我們另外一個 第四集的 《余事我問》呢 再跟大家見面 《余事我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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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事我問》呢